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卫视的主持人周立山 欢迎大家来到《越潮越精彩》 乐剧 潮剧 戏曲交流演出专场 今晚的一江两岸 霓虹璀 五月欢腾 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和潮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联合主办的《越潮越精彩》 乐剧 潮剧 戏曲交流演出专场 将会在今晚绽放迷人的光彩 除了精彩的节目之外呢 我们也将在美丽的广州塔欣赏到巧夺天宫的 广州潮州飞移精品展 本次展览一共展出了广州潮州的飞移作品 45件套 展品有刺绣 瓷器和雕刻类的作品 涵盖了两地传统美术 传统记忆类飞移的代表作品 那么今天晚上的《越运广州塔》的舞台 有来自广州和潮州的戏曲《珠连碧合》 明星大卡群星惠翠 相信也将会为广大的市民朋友带来很多的惊喜 今晚参演的明家不仅有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 来自广州乐剧院的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黎俊升 苏春梅以及吴飞凡之外 还有来自潮州市潮剧团的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 郑顺英 陈朝青 还有王刘淑等老师 现场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戏剧文化的无穷魅力 首先我们恭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曾颖如 以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于梅女士上台 为广州乐剧院潮州市潮剧团赠送本次专场演出的纪念品 有请两位领导 同时我们也有请两地的艺术家代表黎俊升老师 以及郑顺英老师上台接受颁赠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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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两位艺术家老师往后一步 好 我们站在舞台的中间最光亮的地方 接受我们领导的颁赠 今天晚上我们现场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大饱眼福 有来自广州跟潮州的两地戏剧名家同台献议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大家的见证 谢谢两位领导以及艺术家 请回坐 谢谢 好 谢谢两位领导请回坐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启动仪式 我们恭请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永红女士 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文森 两位领导上台为我们本次活动按键启动 掌声有请 邀请两位领导 好 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倒数好吗 五 四 三 二 一 夜潮 夜精彩 夜剧 潮剧 戏剧交流演出专场 以及广州 潮州的飞翼精品展正式启动 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两位领导请回坐 刚才简单而隆重的启动仪式之后呢 广州潮州飞翼精品展正式启动了 相信透过本次展览将会向广大的人民群众 展现岭南飞翼文化的迷人魅力 另外也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月韵广州台呀 从今年的7月25号起 大家都很关注每个星期都会期待的 月韵广州塔名家周末大舞台会名演出活动呢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广州塔和广大的市民朋友见面 名家名团精彩不断 观演人次已经接近一万人 极大的提振了广州演艺市场的消费信心 成为了现代都市文化和岭南传统文化 交相辉映的文化旅游品牌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月韵广州台呀 有来自我们广州乐剧院和潮州市潮剧团 两大剧团的精彩演艺 首先登场的是我们东道主广州乐剧院 我们广州乐剧院呢 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一个乐剧院团之一 其实他除了有乐剧表演之外呢 他还囊括了乐剧剧目的创作制作 还有剧场运营等综合型的一个乐剧院团 所以呢 今天晚上将会看到他们整体的精彩面貌 首先我们有请广州乐剧院的青年演员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龙腾虎乐近笔高 掌声邀请 龙腾虎乐近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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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腿高 龙腾虎乐近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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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腾虎乐近笔高